高鐵一地兩檢一直被反對派妖魔化 所以全國人大常委以全票通過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 民建聯表示歡迎 決定明確合作安排是符合一國兩制的方針、憲法和基本法 令到西九龍落實一地兩檢提供了無可置疑的法律基礎 我們認為中央透過基本法落實對港的方針 其中一項就是協助香港的經濟可持續發展 而高鐵正正就是幫助香港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效工具 所以中央制定基本法的原意是不會阻止一地兩檢的推行 因此有個別人士常說基本法沒有有關的條文去落實一地兩檢 這種說法是危言聳聽的 有民調指出市民普遍是支持一地兩檢 希望發揮高鐵的最大經濟效益 而人大常委的決定是為了推行一地兩檢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依據 我們期望立法會能夠盡快通過一地兩檢的本地立法 等到香港的高鐵能夠在今年第三季順利通車 到時我們市民都是會得益的